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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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梯間埋伏 一聽到開門聲 遠景立刻一泳而上 亮出搜索票 男子一點錯愕 還不知道自己 就快倒大霉 警察 警察 進屋後第一要務 就是查看電腦 城市密密麻麻 詮釋破案關鍵 原來這名中性嫌犯 竟然是一名高階黃牛 城市融合AI技術 幾秒鐘的時間 演唱會門票 輕鬆到手 這范協他非常厲害的地方 在於他把這些流程 全部都寫在一個 程式裡面 而且我們必須要花 比較多時間的這一塊 它去運用AI的深度 學習的卷經神經網路的理論 然後來做圖行驗證碼 來自動辨識 簡單來說 嫌犯利用AI技術 幾張票做哪裡 甚至圖行驗證 通通一鍵搞定 技術多驚人 實際操作一次 實測下來 大約7秒就訂好兩張票 速度之驚人 舉凡王力宏 韓國藝人泰妍等等 都能見到周信嫌犯的 訂票蹤跡 以一張票收費一到三千元計算 光是近三個月 就近賺27萬 那以往 對於這種所謂的 黃牛的行為 那只能以私違法 那除以罰金 罰還 罰還 那修法完成之後 那這些不肖人士或業者 那將會面臨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科或病科 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的罰金 六月文創法上路 由文化部及警政署 共組打牛小組 隨著第一起 AI黃牛落網 正式對搶票亂象 祭出鐵腕 參訓王全有淘 Table的